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材料都是material science 我现在在rpi教授从08年 我本身是做computational material science 就是这个basically呢 我以前是高中的时候搞物理竞赛 然后对物理非常感兴趣 后来保送进华 然后后来最后做博士的时候 我其实是选了一下basically就是programming和physics 这个恰好是我最最喜欢的这个两个passion 这个我已经在rpi就教了很多年undergrad 还有这个这个研究生的课 然后也volunteer和local high school的这个stem program 然后也教这个小孩的物理 还有你可能在比如说这个中学校看见我呀 或者是community volunteer 然后呢这些就是一些这个可爱的一些这个interest 然后这个我是本身非常喜欢物理的 为什么呢就是我觉得第一点就是satisfied curiosity 如果你想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转的 对吧你你真的要懂懂物理对吧 然后呢现在这个这个物理学基本上是几乎所有的这个科学和工程各个科的基础 对吧数学是物理的基础 但是呢物理又是其他学的学科的基础 对吧我给了很多这个example 像像这个me对吧 机械工程啊 土木啊 对吧 biomed啊 或者是we啊 电子工程啊 aero啊 甚至nuclear啊 biology 这个chemistry material science 这些都是物理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啊另外呢这个futured scientists 科学家 engineers entrepreneurs investors they need to have a solid foundation in multiple disciplinary knowledge 就是说这个这个跨学科不但是你要做科研对吧 你投资 你你去建公司 对吧 这些都非常非常重要 啊 physics 也在这个金融啊 social science cognition psychiatry 这些都在都在不停的这个有新的突破 对吧 啊 另外呢在这个大数据的这个error 这个big data 啊 很多 现在的这个这个很多人 尤其是这个做machine learning的人 很多都在更更多的意识到要要understand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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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匣子 black box 所以怎么去understand你要知道它的mechanics 你只要知道它的mechanism 所以物理会啊 逐渐逐渐这个更重要 啊 现在我们下面讲一下这个对于啊 美国的这个基础教育k to 12 他这这个物理科是怎么设置呢 一般来说呢 他都是从十一年级啊 开始honor 然后十二年级开始上一批 这是我大概查了四个啊 咱们附近的高中 就是啊 尼斯科尔娜 shaker shan besslehem 他们基本都是这个样子 啊 所以呢这个你十一年级啊 能上一般还要accelerated mass才行 啊 shaker 和besslehem 他们都在跟siena合作做这个这个college physics 110 120 啊 都是algebra based 啊 AP 基本上就是这样 啊 然后呢这个我说一下这个 啊 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为什么啊 就是设置的比较这个靠后不太好呢 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是中国这个基础教育过来的 啊 所以呢 那在中国的话初中就学物理 所以这个在美国真的到高中才开始真正的学比较系统的物理啊 你要晚四年左右 如果你没有这个物理基础你很多其他东西都这个会会耽误对吧 你这个物理竞赛你其实是很难很难考的啊 啊 但是呢也是一个这个 blessing in disguise 对吧 所以你可以 take advantage 对吧 这个 on that 啊 然后下面说一下这个AP physics 这个advanced placement physics 它一般是每年的五月或者是六月啊 啊 然后呢它有两种ap physics test 一个是就是ap physics 不需要calculus 不需要微积分 另一个呢就是ap physics 需要微积分 啊 两个两个part 一共三个小时 1.5 一个半小时 一个part 啊 50个多选题 单选题 然后四个五 四到五个这个啊 解题 这种这种要步骤的 一步一步的最后解除一个答案 啊 所以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呃 比较重要的这个训练 就是说你要你要什么样的这个 你从什么physics law出发 对吧 你得到什么一步一步往下走啊 整个过程要滴水不漏 你要画图 对吧 你要做free body diagram 你要做这些受力分析 啊 这个呢是有点像这个数学中的几何 对吧 一定要这个这个一步到一步非常logical 啊 不能skip step 对吧 这个东西要需要training 啊 另外这就是ap physics c 这个带微积分的这部分有 有这个d 他就是类也是两个考试 一个考试是mechanics 一个考试就是电磁学 这个是35个啊 单选题 然后呢 三道大题啊 也是一共三个小时 这个啊 这个 右面这个你可以看到 这是有一点这个statistics 是挺interesting的 这个这个statistics呢就是这样 就是这个这个ap physics的 这个 一和二对吧 这些是呃不需要calculus 其实你拿五分是比较难的 百分之这个这个ap physics 1你只连10%都不到 然后呢ap physics 2 14%啊 但是呢这个ap physics c 他看起来有微积分 他看起来很难 他就是考的人比较少 你40%的都可以拿到a 就是五分相当于college里面的a嘛 对吧啊 所以他看起来难 其实呢考起来简单 我看了一下这个具体的score 百分之score可能50多 对吧 5060你就可以拿到 拿到五分 所以这个是这个advanced placement physics的这个大概的状况 好 然后呢下面我讲一下这个competition physics 就是竞赛物理 呃这个这个物理竞赛主要在中国美国都是一样 都是奔着这个这个physics olympiad 这个internationalphysics olympiad competition 呃这个主要是aapt 就是美国物理教师协会 还有aip 就是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 就是呃就是物理学会 美国的有两个物理学会 一个aip 一个是aps 呃这个都是很prestigious的 aip有很多很多journal 对吧 估计大家这个如果做做做做科研的 很多都submit to aip的gap啊 apl啊 gcp啊 这些这些journal 呃他的呃美国的物理竞赛呢 是分三级 呃第一级叫f equal to ma 这个test 他呢只考力学 所以这个是只考力学的 这个呢就相当于 哦在这儿 对吧这个是只考力学的 他有25个单选题 一共是75分钟 这个呢呃这个similar to amc10 amc12 时间上啊和这个考考题的这个format啊 这个题的这个这个数量上都是很很很相似的 但是呢这个if equal to ma 他是不不panelize 呃这个这个 你你你这个 呃不panelize你你去猜的 对吧 他不是说你你如果不答题的话给你点分 像amc 所以你可以猜 呃 呃然后呢最近三年的performance这样的 呃呃 比如说2019年可能比较representative 对吧 2020和2021都是pandemic 大概是4000呃6000人考大概400人过 呃这个6000人考呢 这个这个有点这个有点呃 这个是相当于他因为f equal to ma 他有两两次机会 呃所以呢可能有很多人会会 这个两次都考对吧 所以呢并不是真正有6000个学生你选400个人对吧 呃所以呢这个他的selection cut off大概是16-17 out of 25 呃所以呢就是每每一个提一分对吧 你你要有16分或17分你就可以进入第二轮了 就是全国的basically semifinal吧 呃然后呢2020年呢这个是400人7000人两次考试 对吧7000人次你可以这么想 然后你选400人 然后2021呢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 这个这个可以看出来大概有多少人考 就是3500人就只有一次考试 所以你可以看到大概啊 approaching 10% 对吧没有没有到10% 呃所以呢这个selection 大家可以看这个compare to amc10 和amc12 advanced to amy 啊amc10应该就是2.5% amc12是5% 啊然后呢你过了这个f equal to ma 你进了semifinal的话你就是s usa pho这个exam 这个呢就没有单选题了 这个是呃六到八题 然后呢一共是三个小时分两两两两个两节 你中间可以有休息 这个一般是april或者may 它是similar to amy对吧 amy也没有单选题对吧 啊然后呢这个呢所有的all subject都要考 就不光是力学 所以呢啊在你做准备的时候呢 呃我的理念就是说你你虽然你要是这个 你想过f equal to ma 你就是看力学就够了对吧 但是呢你要ise on the next price 所以你其实力热光电 就其他的subject你也要看对吧 要不然的话你过了之后 你在usa pho你就会就会fumble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呃 blessing in disguise对吧 你呃如果你如果有的小孩 他就是想过第一个第一关 但是呢这个你就会有advantages 如果你prepare其他的 呃这个这个semifinal呢 他是这个选三十二十到三十人 呃进next level 这个next level就叫做usa physics team 呃其实就是camper对吧 就有点像mock一样 呃2019年呢是只有20个人top twenty 然后呢剩下的这个小孩大概是百分之十到十五吧 就是top ten percent有gold对吧 然后next ten percent silver bronze honorable mention 呃所以呢这个是有一个有一个recognition 呃2021年2020年就是没有没有真正的ipho 这个没有没有真正的国际物理奥赛 然后他有一个去年年底好像有一个这个非正式的吧 但是也是anyway就是美国队应该是没有出的 所以他就他就是没有选 然后2021呢这个现在的这个呃是准备全30个人 然后呢他会有balance age和gender 呃然后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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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mper呢就会就会在 呃university of maryland做这个camp basically 呃他就会再再选一个traveling team 他讲这个就是真正的美国国家队去ipho去compete 呃从这个这个就是这个f equal to ma和usa pho 这些都是呃只是problem solving 只是只是答题 但是呢这个camp是需要有实验技能的 所以这是我为什么还要这个呃这个这个这个 对这个这个实验也是呃我觉得也应该emphasize一下 呃我这个我后面也会说到这个是呃这个呢 你如果有一些这个这个prior experience对吧 你有以前有经验做实验的话 这个又是你的一个一个闪光点对吧 如果如果别人没有这个经验你你你你就是进了camp之后 你的这个成功的机会就会就会大很多对吧 呃另外两个物理竞赛是这样的一个是这个physics ball 另一个science ball 它就是general science这个这个competition 大家可能都知道 因为science ball在这个capital region还是比较popular的 呃对于这个physics ball呢是这样的 它是每年3月4月呃 呃它也是一个呃就是主要是答题 它是individually的答题 呃它分两个division division one 它是呃就是学生这个上第一年物理 呃division two呢是上两年物理 对吧就cresponding two 一般来说11年11年级开始上12年级 对吧11年12年这样呃这个开始财商物理 呃然后呢呃比较注意的地方呢就是它是都是 不管是division one还是division two就是40到单选题 然后一共45分钟所以这个题不难 但是呢你需要达的快你要达的准 呃然后呢这个一般来说一个division 一个region它这个physics ball呢整个世界上分可能20个左右region呃 呃美国可能主要是15个region后面5个是中国的region呃 呃然后呢每个vision每个region的top5individual score会被recognize 呃因为这个题稍微简单一点对吧同一个分数的这个孩子可能很多 所以他有一个interestingtype breaker他会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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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再细分这个学生的performance 他这个题40道选择题都是从简单到难所以他从后面看啊 呃比如说哪一道最难的题这两个小孩有区别啊 呃那么答出来的小孩就会排在另一个小孩前面 就是就是他select这个这个这个前五名啊这些啊 呃这个这个呃这么来做tiebreaker 呃然后呢除了这个个人的这个奖recognition呢 学校也会有这个team score 这team score呢就是top5individual scores加起来sum 就是总分 所以你一个school你可以有多于五个人但是啊最最高的五个才算 啊所以呢这个啊我查了一下这几年的啊咱们region 这个new york state 纽约州是region5跟maryland在一起啊 啊他的top schoolteam也就是110分 那你可以算一下这个这个 你除以五的话也就是啊不到30分对吧 呃所以这个也不是这个不可及的是吧 啊然后呢他是所有的physics subject都会cover 力热光电然后这个近代物理什么都有 啊下面说一下这个science ball science ball呢它有呃很多很多different subject biology chemistry 啊energy对吧 而science,space science,mathematics,physics 这些subject都是高中的science ball 初中的science ball的subjects稍微不同 啊我看了一下science ball的这个question 啊这个跟physics ball 和这个effectivema这个物理竞赛呢是稍微区别的 它也有quest也有calculation based question 但是呢它也有一些comprehension concept concept还有些fact based question 所以呢其实准备起来是应该是比较不一样的 这个就是这个science ball 然后下面我想说一下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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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nitty gritty的这个physics 啊因为这个很多小孩可能觉得这个physics比较难是吧 啊甚至有一些学数学很好的小孩 他这个觉得physics啊应该更简单对吧 但是呢其实不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这个每个每个学科的byte的地方它不太一样 啊所以我就是给你举个例子 这个这个例子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最简单的kinematics动力学的这个 啊这个这个啊一个一个一个问题就是 就是比如说最简单的动力学问题就是啊直线匀速运动 对吧直线匀速运动啊这个equation就是velocity equal to s over t displacement over time 对吧这是最简单的equation 这个可能有很多定年级的mass question 他也可以问他可以问这种问题velocity equal to 啊这个s equal over t 所以呢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equation 你你想想看这个你也就是三个方法你可以问问题对吧 我可以给你两个variable你来solve第三个对吧 就是最简单的啊你你可以你只有三个三个方式你来问他 当然了你如果你你再变一个速度对吧 就可能你可以出一点花样 但咱们就是不出那些花样就是最简单的就三个方法 然后呢如果这个我们再进一级这个把这个物理问题在这个这个下一个level的复杂性是什么呢 就是linear constant acceleration就是直线这个加速这个相当于是云加速运动 呃所以呢这个现在的我就不只是三个variable了对吧 我还有这个acceleration我还有这个velocity现在不是一个velocity 因为velocity在变嘛 所以你有一个初始velocity有一个终结的velocity 是吧v和v0 呃所以呢现在我就有两个equation 一个是definition of acceleration v minus v0 over t 对吧呃加速度 这个定义还有呢就是displacement displacement我写了一个呃这个最简单的一个displacement 这是一个linear的对吧basically是linearform 就是s equal to v plus v0 over 2 就是average velocity times time 其实这个displacement还有另外两个form都没有写 这是equivalent的你可以解出来 但是呢这里面就是相当于 呃呃你现在其实这两个equation是这个啊independent 但是呢你有choice你第二个equation 你还有另外两个choice 这就是addedcomplexity 你到底有哪一个对吧 呃你现在总共算起来呢 你现在有五个变量 对吧velocity initial velocity 时间 acceleration 距离对吧 这个这个displacement 这个位移 然后呢现在有两个equation 两个independent equation 所以我可以任何给你三个呃 none对吧 我可以给你三个value 你要你要你可以算出另外两个 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对吧你其实是排列组合的话 你是pick two out of five 而且你要选 这个displacement 到底用什么equation 也有choice 对吧 所以这就是就算是linear acceleration的这个呃 这个linear constant acceleration problem 它没有那么简单 对吧呃 所以你要想一下 你要有一个strategy 你要有一个思路 你要有这个思路的话 你可以在非常非常短的时间内把它做出来 你要没有思路的话 你就是用mass的这个这个方法去做的话 你可能要做十分钟 你可能要做十五分钟 对吧 你要可能要去写一个解一个quadratic equation 但是呢你要是pick the right equation 你你你全是linear的 你不需要解quadratic equation 呃 我们再这个go one small step 对吧 我现在不在linear 这不是直线运动 我现在是变成了这个二维运动 对吧 二维运动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我现在一个方向是呃 加速一个方向是匀速 对吧 我不是说这个这个这个就是 像这个是比较简单的一个二维运动是 就是projectile啊 或者你throw a ball啊 是吧 这都是jump啊 这些都是这种问题 所以呢 x direction是匀速 y direction是加速 对吧 这个是就是像个projectile问题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有三个equation 对吧 两个呃 这个linear acceleration linear constant acceleration 加一个这个x direction 就是一个匀 匀速运动 所以呢 一共现在有七个variable 因为现在这个displacement 呃多了多了一个 然后呢 这个velocity多了一个 对吧 这个acceleration这部分是一样的 三个equation 七个variable 三个equation 我可以给你四个 任意四个 这个呃 none 你就应该给我解除另外三个 对吧 这个这个的话呢 大概呃 呃 因为这里面还有点这个tricky的地方 就是不是说给你任意四个 你都能都能算出来 对吧 大概是三十个 三十一个位 我可以ask question 就是我这这个 我可以出三十一道完全不一样的题 就按这个 就按这个同样的一个 这个同样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2D motion的problem 所以你看这个物理的这个 这个题的这个这个 这个byte的地方 它的难点 其实跟数学是不太一样的 呃 另一个呢 问这个这个 相当于一个一个 题的这个复杂性的progression 我就是简单写一下 对吧 就比如说一个木块 在一个 没有任何这个光滑的平面 对吧 木块在光滑平面 就是最简单的 经理学问题 对吧 我要可以 那我现在可以把它tilted 对吧 现在你要做应力分解 对吧 或者呢 我这个这个平面 现在不是光滑的了 呃 我可以 我可以有friction 对吧 或者是我可以这个 呃 整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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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这个block在在move 然后呢 可以是有一个velocity 也可以有acceleration 就是有的时候 你要用pseudo force fictive force 来这个 来个算 对吧 或者是整个这个block 在转 对吧 然后你可以collide 对吧 我可以hook up一个spring 对吧 所以我可以quickly 把这个problem 呃 这个complexity加上 所以呢 你要一定要 思路要清楚 呃 怎么去approach一个问题 从哪一个角度 什么 这个physical principle 可以用 什么不可以用 对吧 呃 所以这就是这个 物理的物理题的复杂性 那好 这个呃 下面 从下面slide呢 我们已经有录像了 好 谢谢谢谢收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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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鸣 谢谢 感谢观看